這裏以前沒有的 就想著有個斜坡它下不了 它現在都一樣下得到來 現在都是下得到來 這日潘國山去到沙田龍鏗村 向記者講解野豬的出沒情況 期間有街坊向它主動報料 記者見到有人在山坡上面 位置野豬的痕跡 和被野豬破壞了的花圃 之前潘國山和他的同事 就多次拍到野豬出沒的情況 見到野豬一家大小覓食 和在花圃滑泥 新型肺炎疫情下 居民都擔心野生動物太接近人類 對人類的健康有影響 事實上研究發現 至少四種已知的野豬傳染病 可以對人類構成重大的威脅 例如是毛型肝炎病毒 和日本腦炎病毒 可以說是比較多數的街坊 開始關注這個問題 這一點是新型肝臟病毒 令大家知道 可能有些病毒 宿主可能就是動物 所以他們都擔心這個情況 現在野豬傷人在香港的情況 不算多個案有曾經發生過 但最主要是衍生一個環境衛生問題 晚上吃飽晚飯 那些人才開始去維持野豬 或者是早上班前 順便拿去維持野豬 但這些時候 往往我們的執法人員 就收了工 我們都覺得政府 這麼多年 我們在政府 可能有些事情 就劃分得太清楚 各思其蹟 或者是各嫂門前說 例如我吃飽晚飯 我就負責 一出了這條界 我就不管了 移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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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郊野公園 我就負責 你一去到其他 出去到郊野公園 我就負責不了 其實我們覺得 如果是野生動物問題 全部萬一美 而無處負責 可能比較合理